丧葬文化 这是什么操作 为什么要这样 让我们来看看古人的说法 古人对葬礼非常看重 不同身份更是有不同的葬礼规格 绝对不能一页 帝王死去不但要修建恢弘的陵墓 还要有大批的陪葬品 这其中也包括殉葬的嫔妃 之所以要陪葬 就是因为古人认为 人死之后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着时的生活 陪葬品是要日常使用的 殉葬人也是要下去伺候的 古人认为 要想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享受 须得保持师身不服 他们认为欲可以仿佛 除了陪葬大量玉器 还要把玉器放在身上 这些玉器怎么放 放哪里都是有讲究的 帝王妃嫔 达官贵人死去之后要封酒窍 所谓的酒窍就是双眼 双耳 口鼻 生殖器和肛门 这些地方都要用于堵住 古人有专门封酒窍的物件 叫酒窍色 都是预知身份越高预的成色越好 封柱的部位不同 名称也不一样 眼睛处叫明目 成片状 耳鼻是圆柱状塞子 叫雨塞 口中放着预缠 寓意重生 而堵在生殖器和肛门的 则叫雨龟 雨龟是梯形或者小三角形 龟是帝王权力的象征 妃子用雨龟 可以直观地表明皇帝女人的身份 古人认为 酒窍色堵住酒窍 可以保证死者精气不外泄 灵魂也被封在体内 有利于将来轮回或者复活 封住身体酒窍 真的就能保持尸身不符吗 当然不是 那只是古人美好的愿望而已 但是酒窍色 却是可以让尸体在下葬之前 保持仪容的整洁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堵住酒窍阻隔了人体内部和外界 即可以阻止体内失业流出 又阻止了外部氧气等进入体内 减缓尸体腐败速度 古人地位越高 停灵时间越长 尤其是帝王妃嫔 时间长得能停一个月 这么久的时间 如果尸体腐烂或者失业流出 那不但是对死者的不敬 对守灵人煎熬 关于尸身防腐 古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水银防腐是最常见的 有些嫔妃死后 尸体会被放在水银中 而此时酒窍色就可以防止水银进入尸体内部了 有人会说男女生理结构不同 酒窍色怎么弄 这个非常简单 头部蹊跷 还有肛门赛差别不大 但生殖器赛是不一样的 男人是筒状 女性则是梯形或者三角形 身份尊贵的人 还会专门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制 酒窍赛跟身体是一定契合的 不然就失去了该有的作用 为了防止尸体腐败 古人也是想尽了办法 除了酒窍色 王公贵族死后还用金履衣 就是用金线和玉片做成的衣服 用金线玉片做衣服 听听这其奢侈程度 真是令人咋舌 这么贵重的东西 用得起的人可真不多 我国最著名的就是汉朝刘胜夫妻的金履衣 穿金履衣下葬 除了有钱 身份还得配得上 非帝王诸侯 普通人没资格穿 还有一点 即使穿金履衣下葬 酒窍色也是必须的 古人这么折腾 不是全然没用的 有些确实是保证尸身不服了 出土那么多的帝王嫔妃陵墓 尸体保存完好的不在少数 远的不说 就是清朝 孙殿应到东陵的时候 慈禧太后已经死去二十年了 但是目击者说 慈禧太后躺在一大堆陪葬品中 仿佛睡着一样 丝毫没有腐败 慈禧太后下葬 那肯定是非常讲究的 虽然没穿金履衣 但是他用的酒窍色欲制 必须是顶级的 尸身不服又怎样 大量的珍稀陪葬品 除了让他不服 带给他的更是死后的不得安宁 不服又怎样 照样落得被翻尸捣鼓的下场 古代嫔妃 作为皇帝的女人 说起来很是风光 但真实却未必 身处宫墙之内 不能随便外出 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 皇帝再是还好 一旦皇帝去世 他留下来的妃子们命运 就很难说了 有子事的 或者没有子嗣 但是年长的嫔妃还算安稳 基本可以在宫中养老 儿子有本事的 还可以出宫跟儿子一起生活 那些没有子嗣 又年轻的妃子就不太好了 遇见好说话的新皇帝 可能就让他们出家了 遇见心狠一些的 那就让他们直接殉葬 去地下继续伺候老皇帝了 这些嫔妃 不管是正常死亡 还是被迫殉葬 其下葬规格都是一定的 不能因为死亡方式不同而改变 作为皇帝的女人 哪怕是妃子 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埋了 要按照规制来 丧葬规矩一条也不能少 入殓的时候整理遗体 封好酒窍 穿戴好符合死者身份的服饰 停灵过后 风风光光地葬入皇陵 古人虽然有风酒窍的习俗 但也不是都要这样的 只有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一些饭都吃不起的穷人 死的时候可能连棺材都买不起 还那什么风酒窍啊 好点的衣服薄冠埋了 差的可能草席一卷就扔了 能够死后风酒窍的人 在古代都是幸运的 妃子们不管生前得不得宠 是否正常死亡 只要他的身份还是妃子 就要享受比一般人高的 丧葬待遇 风酒窍是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尸身不服 灵魂不散 以便在地下更好地 伺候自己的主子皇帝 风酒窍 这种丧葬习俗 早已随着封建社会 一起烟消云散了 人死如灯灭 吵死一堆灰 在隆重的葬礼 再多的陪葬品 除了让盗墓者觊觎 没有任何意义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 皇帝的嫔妃 死后虽然享受高规格的葬礼 其实是让其死后 也不得解脱 封住灵魂 依旧是不得自由的皇帝女人 将这被创下来 千万岁员